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首长好 请被同志 辛苦了 我不辛苦 我太激动了 有点紧张 我就没想到 你竟然能亲自见我 我说的 你都听明白了吗 你现在不能回去 我得马上安排你转移 不行 我现在不能走 现在不是我的安全 是关系到整个组织的安全 你放心吧 我会没事的 事不宜迟 赶紧按照我说的办 好 我马上去安排 你多保重 打什么 打 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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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算 打 好 打头 陈副处长 是越打手气越好啊 运气好 倒也挡不住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啊 谁都不可以提前拢 没问题 难得陈副处长这么有兴趣 我们肯定一赔到底 陈长官 有您电话 谁啊这回的电话 谁别动啊 等我回来 我这把和张招护 等你 看住 那快一点 我找啊 等你啊 喂 你们 请问是军阀处成得到 陈副处长吗 是我有啤酒放忙着呢 我们听说你手里掌握着 伤害重要的经济物资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 弃案头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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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暗 光明 陈先生 请进 相信你也知道 上海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解放军不久就要进城了 你之前作为上海经济警察大队的队长 对于上海的经济情况应该有一些了解 这次找你来 就是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商讨对策 共同为上海的解放送上一份贺礼 也对 所以我在国民党这么多年 不仅对上海 对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很了解 当年抗战胜利以后 上海 南京 北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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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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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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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双军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单敢涉局陷害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国防部军法处副处长陈德道 想死吗 你们出去 把门关上 顾双军 你别以为你用这种方式 就能把我拿住 我是奉命行事 奉命 奉谁的命 你怎么不看看现在的行事 都已经火上霉露了 现在只有你一本正经地抓公道 以后可是共产党的天下 你要为自己想想后路 我 我现在 是为我们的儿子重生向后路 重生跟你没关系 你根本就不配提他 况且 你在我这儿没有活路 双军啊 看在儿子的份上 放过一条生路吧 我发誓 远离你们母子 永远不出现好吗 双军你想想 我救过你多少次 在南清 在上海 人总要念旧情的是吧 双军 你给儿子起名叫重生 你给儿子起名叫重生 就是希望儿子 能够重新活一活 我是重生的亲爹 重生也希望他亲爹 能重新活一活 是吧 求求你 放回到生路好吗 陈德道 陈德道 你知道我等今天等了多久了吗 十六年两个月零三天 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 我所承受的那些 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画面 都是白你所赐 不过不重要 因为这一切 在今天 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杀女 尹德道 你就是一个戒窗 党国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戒窗太多 这是治不好的 只有一个办法 作词 李宗盛 掩盘 盘长 外门道连 是 宇主 郑城 您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出去 事情您就查清楚了 是个误会 你受委屈了 郑城 为了党国 这点委屈 不算是吗 你对党国的忠诚 我都看在眼里 如果站里 谁敢因为这事 对你不公 我一定严加成半 怀你清白 谢谢 陈尚 我已经帮你 安排好了车子 送你回去 这几天你就在家 好好休息休息 等休息好了 再来上班 走吧 走 小姐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两千多名原国民党警察组成人民警察总队 在室内分区警戒 大叫场 机场电台和指挥塔台 狮子山炮台驻八斗山的海防第二舰队 相继起意 同志们 上海已经岌岌可危了 上风已经下达了相关人员撤离的决定 现在才想起让咱们撤退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那些有钱有势的 就那他家的老妈子 都在几个月前上飞机跑了 是啊 听说共产党 把他安博撤退的三十万军队都掐了脖子 现在咱们等于是瓮中之鳖啊 救胜等死了 大家不要慌 就算党国抛弃了我们 我也不会不管你们的 过不了几天就一架飞机来接我们 你们都是我的信心 我保证咱们共进队 玉竹 你也回去收拾收拾 是 撤退就这一两天的事 站长 那双局呢 双局还有工作 这次不跟我们撤退 玉竹啊 衣裳哪儿去 要不跟咱们一块走吧 我要去上办公室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会上办公室啊 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吧 我要去劝劝盛局 我劝你啊 还是别操这个心了 我听说啊 这是她主动要求留下来 执行潜伏任务的 可是 现在站里人都走了 谁还有心思工作啊 就算有心思工作 向谁汇报啊 这事你别管 顾队长这个任务啊 具体的内容和潜伏人员的名单 这都属于最高机密 她直接向国防部汇报 就是 既然她自高奋勇 站站也乐得审刑 咱们合了而不为呢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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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下门之行啊 真的就要一个收获破风啊 国民党果然屯兵在厦门 他们想做最后的侦掌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放心 我已经将蒋介石 在厦门的行营注定 兵力部署等等 绘制出了一张 详尽的军事地图 已经带来伤害了 只是这段时间 我不在你身边 你受委屈了 小猫跟你说了 这个小猫 嘴巴倒是够快的 要不是猫头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原来 你的处境这么危险 他肯定是夸大其词了 其实 只是有惊无险而已 不过我倒没想到 你现在变得这么老辣了 我也是一个酒精沙场的 老情报员了好吗 夸你碰你就穿了 虽然说呢 我这次陈德道当了替罪羊 但是以顾双局的性格 他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会继续追查你的身份 眼看就要胜利了 我不想看到你在冒险 所以我想上级请示 让他们批准我们夫妻俩 一起撤离上海 不行 我还不能走 顾双局负责的那个潜伏任务 我还没有搞到具体的内容 和人员名单 那这件事情我来帮你做 你先撤退回乡下 这个任务连孙天璞都不知道 唯一的负责人就是顾双局 想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 只有让我去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那好 我陪你 我陪你留在上海 接住你完成任务 然后我们一起走 你呀 你要是相信我 就先去乡下 找长发和和平 等我一完成任务 我就去跟你们会合 我们再一起出城 我不是说不相信你 只是 马上就要打仗了 我真的不放心和平 你就当 事先替我去看看他 等我日误一完成 我就去找你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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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 啊 那 一辈子 我 也能承认我 我 我 能念他 那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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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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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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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跟你比了 请就再来啊 不玩了 老了 军昊少爷 这解放军 是不是要进城了呀 是啊 就快了 那 你跟宇竹小姐 打算去哪儿 这个就由不得我们来定了 不过我想呢 只要跟宇竹在一起 去哪儿都是假 我去哪儿 军昊 宇竹 宇竹小姐 上发 我把车停到后院去啊 好 方平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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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寞沧桑的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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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红枪尾片片花瓣不满 静音沸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枪尾 体会梦的曲折 在转前会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Zither Harp 道别里的伤悲 在相聚能面对 牵盘的总受罪 往事怎么回味 卖杂好过崩溃 一朵绽放中的红枪尾片片花瓣不满 静音沸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枪尾 体会梦的曲折 百准千回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一朵绽放中的红枪尾片片花瓣不满 静音沸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枪尾片 这条路多曲折 在转前会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这条路多曲折 风不吹 或许知道我心碎